Hello 大家好 我是Venus 如果大家喜歡看一些有關加密貨幣市場 又或者NFT遊戲的影片 就記得Like這條影片 以及Subscribe這頻道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幾個區塊鏈的遊戲 以及在遊戲中會得到的NFT 今次就跟大家講一下 一個有潛力的NFT項目Mekaverse Mekaverse這個NFT項目 跟上次跟大家提過的Poker Fantasy一樣 都是日本風的路線 他們的NFT藝術品叫Meka 有點像高達、機動警察這類機械人 每一個都是3D設計 也有自己獨特的元素 外表和顏色都是獨一無二 跟很多NFT一樣都是限量 只有8888隻 至於Mekaverse的設計團隊 也有創作開NFT藝術家 除了創作自己的藝術品 他們也有跟不同的大牌合作 例如在Apple、Microsoft等等 藝術品美不美 從來都是見人見智 不過項目受歡迎程度不可以騙人 Mekaverse雖然未開賣 但自從推出官方的Twitter和Discord之後 Followers會一直直線上升 快追上很受市場歡迎的Ball A1級 我們一起看看Mekaverse的Road Map 首先他們就看到 第一步會在Twitter、Discord和大家互動 之後會推出一些實體周邊產品 包括衣服、Fashion Item 當中他們也提上會用到3D Printing 官方就說為了保持神秘感 就不會說太多 都沒有透露會不會給每一個 持有Meka的用戶一個實體模型 Road Map也有提到之後的發展 包括希望跟不同藝術家合作 以及製作更多相關的產品 因為Mekaverse的團隊都很熱衝在藝術、電影等等 講到這個項目這麼有潛力 又可以怎樣得到呢? 價錢又是怎樣呢? 每一個Meka的起標價是0.2ETH 換算即是大約五千多元港幣 現在官方消息是想得到NFT就需要參加抽籤 抽到就可以買到兩隻Meka 至於登記抽籤 會在10月6日歐洲時間晚上11點開始 看完這條影片就可以立即到官網登記 我會把連結放在Info Box裡面 剛剛說到抽到的人可以買兩隻Meka 大約萬多港幣左右 不過抽到也可以不買 看到Twitter、Discord 有這麼多人對這個項目有興趣 相信抽中的機會就比較小 但大家都可以試試自己運氣 我自己都會試試參加這個抽籤 我看到不少Twitter和Crypto的KOL 都提到會參加這個項目 並且相信之後的價格 有機會會升到兩顆ETH 甚至是更高的水平 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留意一下 最後都說 這條影片是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所有風險大家都要自己衡量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又或者喜歡聽到Crypto的市場資訊 就記得Like這條影片 以及Subscribe這個頻道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